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长 好 我来跟您商量件事 您能不能把我爸给吓了呀 我这家川啊 你爸算个鸡蛋还是把挂面 这说下就吓了 你上 不 我还不行 算你啊 还有点自知之明 知道汤圆还要烫嘴 我不是说我能力不行 主要啊 现在村民跟我还有点对立情绪 我给您推荐一个有见识 有威望 又稳重的人 怎么样 谁啊 陆仲文 陆仲文 对 这个人我已经考察过了 有知识 有文化 人又稳重 在学校大伙儿对他的印象也好 当时啊 是为了给年轻人让位 提前内退 老刘 这太委屈你了 只要是对凤凰村重建有好处 我个人算不了什么 老刘 看来我该向你学习 随时准备让闲哪 看您输哪儿去了 怎么没有人呢 小狗啊 那个安医生呢 安医生不用上班今天 你骗我 我今天看着他来上班的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别说话 你上医院能有什么事 看病呗 你看 我挂的还是专家门整 这个 百货早上 医生 我呀 医生 你 你说说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跟陆老师想做个婚解 是吗 那太好了 恭喜你们 那他们都可以做的 不是 我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 这样啊 那您的意思是 你就安排一个做得特别好的 给我们检查一下就行了 好吗 那好吧 这样 你们先去办公室等我 我来安排 谢谢了啊 阿医生 谢谢 坐好 阿医生 坐办公室 你别跑 嫂子 嫂子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吧 这是 咱们凤凰村重建规划图 你看啊 咱们新的凤凰村就是这个样子的 多漂亮 你看 这儿有一个广场 这 这是住的地方 人都没了 房子再漂亮有什么用啊 我们家新妮打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有一回我们家屋子漏雨了 她呀 嫂子 新妮的故事咱们待会儿再讲 你看看 天气可真好啊 我我陪你出去散散步 怎么 你不愿意听是不是 不不不 我愿意愿意 新妮的故事我当然愿意听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看啊 高英超他们 正在帮着咱们修幼儿园 咱们到那儿去看看他们 在那儿讲 咱们接着讲 好吗 嫂子 你看看 你打进这个门 就没再出去过 咱们今天 就出去看看 对了 那个江百会跟陆仲文都快结婚了 你要不要去 帮他们出出主意什么的 走吧 嫂子 来 给我 嫂子 你拿这个 好好好 嫂子 我 我 我先走了 改天来看你啊 我先走了 请进 盘医生 老伯嫂子 我过来拿一下那个婚检报告 我给你准备好了 还有陆老师的 陆老师的 他已经拿走了 他拿走了 干什么 你要走 干什么 干什么 你说呀 倒就为什么 好 你走 你走 走 走吧 走 走了你再也别回来了 走 陆老师 郭老师 郭书记找你有事 郭书记叫我 对 咱们快走吧 好 好吧 刘医生 刘医生不在 刘医生啊 刘医生 刘医生啊 刘医生不在 刘医生不在 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刘医生不在 刘医生说了 虽然我们都有心理创伤 但是也有权利追求新的生活 爱情是治疗内伤最好的药方 咱 这是刘医生说的 刘医生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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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医生说的好 刘医生 刘医生说的好 刘医生 刘医生说的好 刘医生 刘医生 刘医生说的好 刘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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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了 借到钱了吗 借 借 借 多难听 我跟你说有多少次 那叫融资 融资懂 行 行 行 融资 那融到钱了没有 道医生 你以为印假钞那么容易 你什么意思 不是 我这 你是不信任我吗 行 那你找别的总经理去 我不干了 不是 李草 哎呀 你 你等等 什么 叫我当代理之书 对 是代理 老陆董事 等把你的组织关系 转过来了 咱们得证实证明 我 我行吗 怎么不行啊 你是存以推荐的 又是我们镇党委研究同意的 这怎么能不行呢 但是 我不是凤凰村的人哪 这规定上也没说 支书必须要凤凰村的人 再说 你不是马上要和江百贵 结婚了吗 谁说的呀 刚才他正要送我走了 走 走吧 你们俩没你意思啊 可能是我 一直是我一厢情愿啊 陆老师 对不起 我想查您一句话 对不起啊 其实我觉得 百贵嫂子挺喜欢您的 我知道 您可能是担心您的身体 其实依我看 您应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不要轻易放弃 来 行了 我不生理气了 那你说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跟着你黄哥 你攀胃饭吃啊 咱们再去借 不 再去融资嘛 融资 你看这儿怎么样 龙腾集团 不行 怎么了 走啊 走走走 踢我 你这样往里抢吗 对啊 丢老师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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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晓风的家属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大夫 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吗 这个倒不至于 他目前的状况 身体虽然很虚弱 但是呢 身体机能已经恢复了 问题是 他的失忆 根据我的诊断和观察 他随时都有可能醒来 他随时都有可能醒来 但是醒来后 他可能什么也记不透了 那我就像你说的那样 记忆激活 给他讲他过去的事 不断地去给他讲 首先啊 不要着急 他能记起多少 算多少 他说什么是什么 否则甚至会害了他 其次 就算你有足够的耐心 十年 八年 甚至一辈子 他的记忆能否恢复 很难说 所以小伙子 要想好 这对你的爱情 是个严峻的考验 大夫 无论他什么样 我都会一辈子对他好 好 我接个电话 喂 虎哥 黄总出事了 对就对 虎董 我欠你那一百万 我一定会关上的 我说过吹你的债了吗 这么大场灾难 你能活着就是万幸 可你不能老躲着 我不照面吧 对对对 那都是我的不对 我向你赔礼道歉 好了好了 坐吧 不错了 每天坐在老板椅上 谈生意 真是腰酸背脱 呦呦呦呦 还给我吹呢 虎哥 好 快来 怎么回事 不知道黄总 被他们抓进去了 抓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两个保安就 就给他抓进去了 我问你啊 地震之后 你一直在灾区吗 对啊 灾后重建 那离得开我吗 你永远都是嘴硬啊 那好 你给我讲讲灾后重建的情况 不瞒你说啊 我也想为赛区啊 做点事 真的 黄总 这位是 我 我来介绍一下 冯董 这是我和凤凰村的村长 霍虎 你刚才想问的事 问他最合适 村长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请坐 来 请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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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来 坐 你当谁都跟你渡的 蹬鼻子就上脸 是是 咱们要穷得治疾 饿得心心 那走 我请你吃个多 我还要去医院 你们俩去吧 我也不去了 我们要回去 明天开会 听说刘之书啊 要下课 刘家川 你得防着点 好 好 这边去 妈 喝了吗 哦哦 百会呢 在他屋里呢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刘津 你这一天都上哪儿去了 你想好了吗 真的要走 为什么 是我江白慧赔不上 不好 那为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 医生说 我 再也没有生命能力 白黑 江峰欣赏了我 我一直想陪伴你 走出阴影 鼓起生活的勇气 我知道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 重新有个完整的家 重新有个孩子 而且你是非常热爱孩子的 可是 真的对不起 哇 哇 哇 那是什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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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走 这么晚了 你怎么走 真上 这肯建策 我想是搭个便车吧 别急着走 幫不忙 哎 怎么今天晚上 准备这么多菜品呢 啊 明天是古镇长请客 请全景村民代表 好 好 那我来帮帮忙吧 哎哎 算了算了 你还真以为是你那个 密房起作用啊 把自己给你留面子 我跟你说 明天你再看看 什么才是凤凰村一举 你时间要走 不也不拦着你 等明天帮完了忙 你再走 就这么定了 好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阴山镇的同志 请留一下 老谷啊 把你留下来 主要是想问问凤凰村的情况 凤凰村啊 鼻子薄 栽损重 让人不放心呀 凤凰村 在这次地震中损失惨重 他们又不想在市里 可以用土地置换 又没企业介入 就这样 他们没向镇里市里 要过一分钱 本打算开旷自建 没想到 碰到什么拱通林和冰川 不算是白修了 可他们没有怨言 就连那个集资款的退陪 他们也不要啊 都说 爱哭的娃娃有奶吃 对这种不哭不闹的凤凰村 我们总不能就把他们忘了吧 放心吧老谷 政府是不会落下每一个老百姓的 老谷 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指挥部和势力研究决定 将凤凰村民居重建 纳入我们的原件项目了 真的 太好了 那我代表凤凰村的父老乡亲 谢谢各位领导了 这仅仅是开始啊 旷有新房子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是凤凰村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该怎么发展 这个就需要我们好好动动脑子了 老谷 你们那儿有个刘家川 是啊 他搞了一个方案 据说是吸纳了省设计院专家的意见 李市长 你的意思 就算它是个靶子 我们有什么意见 还可以往上面射吗 哎 好 给你吃了 来来来来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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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 谢谢你 来来来来 你们啊都吃点 欢迎 好 不说快快开会吧 这口水都流到裤腰带了 是 好 我来说两句 这个为了修路的事 大家受了委屈 今天我请客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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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林田丽同志 担任银山镇 林田丽同志会 还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说 鼓掌 好 好 乡亲们 乡亲们 我这个人啊不太会讲话 咱们就事论事吧 拱同林前面那条路啊 是由我们修好的 等以后不管是搞科研啊 还是搞旅游开发都能得上 这既然是我们修好的 乡亲们的集资款 也应该由我们来赔偿 而且 这是我们蒲总指挥长的意思 不能让大家在雪上加霜了 我说完了 还赔什么呀 这全身都进去了 还怕两只耳朵吗 对 对 是啊 就是 我说呀 这个琴我们领啊 钱是坚决不能要 烟霞是给我们修路 还给我们钱 这不是打我们脸吗 林同志啊 你说红铜冰川 是什么我们不懂 但你算是个宝 这我们信 钱算什么呀 我们都不是 亡亡复义的人了 来 来 来 不是 等着 我看哪 这钱哪 就不用赔了 这会赏大家的感情 来 来 来 我倒有个建议 这条路就算凤凰村 和原阵队共建的有一路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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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说第三件事 刘忠旺图阵 在地震时受了杀 灾后又带领大家 震灾似旧 是我们凤凰村的大功臣 根据他本人的意愿 还有考虑到他身体的状况 镇党委决定 由陆俊文同志 带领封皇村的党支部书记 等组织关系转过来以后 再正式任命 好 这不行啊 刘知书没犯错误 又没有做过对不起大家的事 所以那熬的日子已经过了 现在眼看重建要开始了 让人下课 这不是过河差桥 虽然我杀驴吗 就是啊 对啊 我们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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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大伙都被吵了 听我说两句 我刘忠啊 干支书都干了三十年了 你们还让我干到死啊 陆老师是我推荐的 他人品好有文化 放着城市里头 舒服的日子不过 跑到我们山沟里来 这是我们的福气 可是他又不是我们村的人 能跟我们想到一块走到一块吗 是 是啊 不是家伙不做的衣裳 怎么也是贴着不替苦啊 对 对 对 谁说书记一定是本村人哪 不是我们村的人 我们不信不够 对 对 老师 对 对 对 谁说他不是我们本村的人了 他是我男人 明天我们就去扯结婚证 大家 没话说了吧 那好 现在我宣布 任命牧生门同志 为凤凰村的代理书记 户口和组织关系一块拜 下边 大家吃饭 今天就不让古正常请客了 今天是我和陆老师的好日子 我们俩请客 对对对 我们真心实意地请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呢 喝好 吃好 就算是喝我们俩的喜酒吧 哇 小娃 什么呀 你 小娃是想告诉你啊 这是槐花嫂姐呢 是我家庄的规划图姐呢 小姐们 让我们用凤凰村的未来 来 继续给他们的婚礼吧 那还是应该拜拜堂吧 你听着 今天啊 陆老师和百惠婶结婚了 而且 陆老师当了咱们村的书记 今天对于咱们村来讲 是双戏临门 你听啊 别闹了 要拜啊 就应该拜拜解放军和原建者 你们说是不是 高连长 铁丽同志 谢谢你们 我们都谢谢你们 小号 你听见了吗 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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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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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小号 小号 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 我再也听不到你了 我就是在哪儿 大夫 大夫 他醒了 他醒了 我 exting начала 诸谷 陆老师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敢 transmitt tiene 你有没有 这是一个 还有没有 还没 说 陆老师 三个 他 Wrestle reversible 这个呀 你怎么闲着啊 装什么呀 没劲啊 没劲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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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站着干嘛 坐着呀 不用点烟吧 点烟干什么呀 不是你说的 点着烟 显得我们俩清白吗 所以是 别人是呀 老陆 我倒真想跟你说一些事 等我们赚了钱 我想开一个更大的火锅店 另外 我都想好了 我们两个没有孩子 没关系 我们去认养一个低震的孤儿 把他抚养大 供他上大学 还有 你对我公公 一定要像对你亲爸爸那么好 一定 一定 我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疼人的 疼谁呀 你说疼谁呀 真笨 我呀 我会疼你的 我会疼你的 我说疼他 你都不认了 怕什么 该回来 慢路 小凤 小凤 你还能想起来什么吗 想不起来了 反正家传哥 我知道 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凤凰村 凤凰村 我住那儿啊 你住那儿 那是我家 那是清凉河 那是凤凰山 家传哥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啊 家传哥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啊 等你好一点了 我就带你回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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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小枫醒了 小枫醒了 爸 小枫醒了 太好了 你这儿干什么 这是这儿干什么 你跟我去小心点 知道了 小枫 小枫 小枫你醒了 小枫 快点 去 小枫 家传哥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啊 家传哥 他是谁啊 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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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小凤把你当成了我 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没法跟他谨慎 是啊 等他再恢复一段再说吧 那就麻烦你 多陪陪他 放心吧 我先回去了 我不能当心他 刘玛 牛衣 下一个 没事好 没事好 医生 他比我大三岁 老婆 大妈 你儿子既然不喜欢他 你们为什么要逼着他 跟这位女同志结婚呢 你就好 他们本来就是一段国际 他是我女儿 他是我女婿 孩子都六岁了 地震的时候 他忙着来救我们老两口 我们是出来了 可是房子垮了 他以为老婆孩子死了 人一下子就疯了 可谁知道 他娘娘命大 被解放军给救出来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不认识他娘娘了 哦 所以啊 我想一家人要团圆 我想让他们 再恋爱一次 再接一次次婚 好好好 小伙子 有什么说 他比我大三岁 小伙子 你可不知道 大三岁好啊 女大三报经专 还有女大三你们的家庭生活 这就是叶杨天 好得很 她太瘦 哎呦 瘦就更好了 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 就是瘦 骨感 你看很多摩托 不都是很瘦吗 看看看 医生都说你们很般配啊 对 你们俩非常般配 真的 真的 我会骗你吗 那我们回家吧 那我们回家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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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谢谢了 谢谢了 我们走了走了走了 哎 再见 小朋友 再见 来 再见 哎 好 走 好 一直在外面偷听 怎么不进来 给你疼地方啊 哎 我这个心理医生 不赖吧 临时的冒牌的 哎呀 地震前的一对夫妻 地震后 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现在再重新谈一次恋爱啊 多美啊 刘曼 如果我们俩之间 打住啊 刘曼 我真的求你帮我一个忙 又装病了 不 不是装病 是是怀花嫂 你想想 幼儿园已经动工了 可是她一直闷在灵堂 不肯搬出来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 真的希望你去好好地 开导开导她 车举换举 家破门靠优班戏 亲外孙来看戏 看我乐 包子馒头架高品 以前啊 我们家信家最爱听我 给她唱这段歌谣了 她长得那么水灵 一甲也不随我 完了 这怀花嫂一开甲啊 转针戳初一说到十五 许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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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怎么样 哎怎么样 哎哎哎 真的太感人了 我看幼儿园那大门啊 还是朝南侯吧 别打关发 手不停 顶办 那幼儿园怎么办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小川 来来 快坐坐坐 天丽 坐下 什么图纸啊 今天咱们不谈工作 只谈喝酒 看完图片再喝酒 先喝酒 图片重要 你快点把图纸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行 来 给你加萝卜啊 好嘞 怎么样 漂亮吗 别动 别动 我看着这颜色 有点别扭 要依着你 都漆成绿色就对劲了吧 这叫地中海风格 你不懂 你这嘴啊 可是咱们这儿 它毕竟不是地中海 我们设想的是川西民居风格 拜托 我这挑的可是最贵的方案 二十六万一套 你们别不领情行不行啊 田丽 方案的好坏不在贵劲啊 在什么呀 我跟你说 就这套方案 市里指挥部都审查通过了 你们还跟这儿 谁审查过了也不行 你这叫较劲 这是大事我单里较劲啊 你有气你找霍虎撒去 你跟我叫什么劲啊 这 这跟霍虎有什么关系啊 大家冷静点 冷静点 行行行 你们要不用这套方案 你们自己找谷镇长说去 这也没讨好 走了 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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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啊 今天你去看了小凤 她怎么样了